中國大陸征服星辰大海 然後好消息不斷 尤其2030年前 就要來征服月球了 要把中國人送上去 那在之前看到好消息是神石酒發射 然後三位的太空人來了 包括蔡旭哲是指令長 還有包括了宋令東以及王浩哲 他們都是90後 這位女生更不得了 是首位的中國大陸女性的飛行工程師 我們現在來看看她是怎麼說的 我主要負責空間試實驗項目 物資管理和站務管理工作 當然很多重大的項目 都將由我們成組三人共同完成 沒有完美的個人 只有完美的團隊 我相信在指令長的帶領下 在天地一心的默契配合下 我們成組一定會順利圓滿地完成任務 好小進長你怎麼看 第一個重大神石酒要升天 以及2030年前就要把中國人送上太空 要征服月球 那美國你會不會這個研究會告吹呢 因為美國現在還有滯留太空的兩名太空人 這兩位苦主對不對 重大這邊航太的翻人就被問到這個問題 但是他非常大氣說我們對NASA高度重視航太原安全表示讚賞 同時也預祝兩名航太原能夠安全歸來 不約而同 準備這個當初要那個搭 搭乘Starliner的時候的照片 我拿的不是這一張 我拿的是這一張 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到了那個太空站 可是呢回不來 那回不來而且還一直回不來 搶盡各種方法就是回不來 那當然啦那個我們看這個漫畫 他們講說其實他們當初講說 他們受訓就是面對這一些挑戰的 不過本來只有八天 你現在要搞到八個月要到明年才回來 八天變八個月 你會不會太誇張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現在看著這個 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 叫做苦稱代變 對不對 原來早早就回來了 現在要搞到到明年 那個過完農曆年的時候 他才回來 這到底在搞什麼嘛 對不對 那當然啦 我們看一看 其實剛剛主持人說的很對 那個我們中國 其實現在就是星塵大海 就是我們怎麼樣上太空的 那而且呢都是一步一腳印啊 我們看到的這就是天河 天河那個核心艙 夢天實驗艙以及問天十二艙 那個實驗艙都是天自備的 然後當然這一次要上去的神舟飛船 就是從這兩個地方可以結合 那另外還有一個貨運飛船 可以從後面結合 那這些意義代表什麼呢 其實剛剛講到說有關於 這個女性的上太空 那對於中國來講 其實不是第一次 我們可以看到2012年 六月十六日的時候 神舟九號 那時候劉揚女士 她就已經上了太空 那但是她就是上了太空來回 那當然也完成了 整個一梯次的一個作為 另外我們看到2013年的時候 那2013年的6月十一日 神舟十的時候 王亞平那女士 她也是上太空 那而且她不是只上一次啊 她上了兩次 也就是講說2021年的時候 神舟十三的時候 王亞平女士 她又上了太空 而且她還做了第一次的 女性的艙外太空漫步的部分 那這次我們看到王浩澤女士 那她是即將就是馬上在 神石九要發射 就是明天 就是明天的凌晨 4點27分 那從九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 那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樣子看 中國大陸的發展 其實就是一步一腳印的慢慢來 而不像美國 他們一直都是過分的自滿自大 然後他們就覺得可以一步到位 然後可以把核心能力 通通包給馬斯克 然後等到或者是包給波音 等到馬斯克跟波音 那馬斯克現在看起來很好 可是波音以前也看起來很好 波音現在不行了 結果她的太空人就回不來了 這就是她最大的問題 那我們剛剛講說 中國大陸怎麼叫一步一腳印 就是她這些載人航天的一個 它的一個程序 其實是三步走的部分 第一個她先發射載人飛船 建立初步的配套 以及實驗性的載人飛船 那第二步也就是突破 我們剛剛講到的 也就是太空漫步的部分 出艙活動技術 以及空間飛行器的一個對接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說 無論是天舟貨運 那個貨運飛船 或者是神舟飛船 它怎麼樣對接 當然在更早之前 天和的核心艙 就已經跟孟天跟問天 這兩個實驗艙結合 這個結合 不是我們看電影 那個用手結合 那個是 阿波羅斯三 We have a problem 那個電影 那其實現在都是自動結合 而且每一次都成功 那我們看看 那當然有人說 美國也是每一次都成功 對啊 你成功下不來 那另外我們看到 這個也這些 這一次的這些 現在在就是神舟十八上 現在已經在這個太空戰上面 其實三位 指令長是葉光復 那其實除了葉光復之外 那葉光復他已經擔任過 神舟十三 然後還有這次神舟十八 那其他的也都非常的年輕有為 那也都是由解放軍空軍 發著出來的 所以我們這樣講 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如此的發展 那不要講說未來要上月球了 現在還在討論 美國還說 你那個月 是不是放我一點 那你當初是多麼瞧不起 中國 所以你才通過法案說 美國不能跟中國大陸合作 對不能太空方面不能合作 其實你就是沒有想到 你有這一天 那結果 中國大陸不但突破上了月球 而且他在南極挖圖 他不是在你那個什麼 寧靜海挖挖挖 你已經挖過的地方 那阿姆斯狀 那個踩那個腳印挖 不是 是到更困難的地方 接下來要挑戰的是哪裡 是月球的背面 那月球的背面何以重要 因為我們從來沒看過 那它的土壤更是沒有接觸過 那未來 那如果說要建立基地的時候 現在還建設這個 有關於他們的月壤磚的部分 月壤磚用的是中國 古老的智慧 是損接 而不是說 我們是怎麼樣用3D 他是用3D列印 然後那個 用月球的材質 對 然後損接 但是美國有這樣的一個想像嗎 你沒有 你的人都接不回來 對啊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想像呢 因為你不知道 月球背面的土壤的材質是什麼嘛 所以月背當然很重要 因為會知道月球背面 會有什麼樣的材質 能夠接受了這個隕石的打打打 打了很多的洞 那會不會更加的強硬呢 這個新的材質 種到了有了 所以可以用不同方式造出月壤磚 然後再用中國人鼓擾的損接方式來蓋房子 所以在這個征服月球部分 中國大陸不得了 喊出來2030年前 要把中國人送上去 所以這邊跟大家互動一下 你覺得美國也說他要登月 重返月球 另外一邊是中國大陸說2030年前 你覺得誰會成功呢 你要投給中國大陸 還是美國呢 來聊天室聊聊 我想問一下建長你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真的喊出來 2030年前就要把人給送上月球 而且你也看到了 他的太空服通通準備好了 所以中國大陸是一步一腳印 美國不是啊 一直喊一直喊 但是又一直一直延宕 其實我們現在講這個太空衣 這些都是在宇航員身上穿的 不過有更重要的 例如說雀橋各個衛星都已經就位了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說他最主要看是月球背面 月球背面也就是跟地球沒有辦法達成直線 那中間就要建構中繼衛星 那中繼衛星呢 一個一個部件好 然後中間還有有關於到了 他那個訊號到了地球的時候 如果正好中國大陸在背面怎麼辦 那不要忘了還有遠望 不要忘了還有天鏈天鏈衛星 所以我們這樣講這都是一連串的 但是美國這個國家 我是實在是不想講 他就一直講 哎呀你那個有軍事的一個企圖 其實當然是可以轉用軍事 但是這件事不是你美國教的嗎 我跟大家報告 我曾經寫過一篇論文在討論 這個也就是九一年波灣戰爭的時候 波灣戰爭的時候 大家只看到的 是美國軍艦的一個動態 以及他的陸上的聯軍的布設 可是那個時候我研究的是什麼 他一共做了幾次的太空任務 他一共delay了半年 一共做了101次的太空任務 一年也不過365天 對半砍也是180幾天 可是他做了101次太空任務 他做那麼多太空任務幹嘛 也就是他放了一些中繼衛星上去 另外他把他的DSP 預警衛星這樣抓抓抓抓抓 用他的那個太空手臂抓抓抓 抓到赤道附近 為什麼 因為他在赤道附近 那個DSP的衛星 他才能照在這個伊拉克上面 因為當時伊拉克有飛貓腿飛彈 所以我們這樣講 也看現在的問題 那也就是說 其實中國準備好了 但是美國是嘴炮一直打 那也就是你一直講 講沒有用嘛 先把宇航員帶回來 這個才是重中之中 是啊 所以我才想問一下 這個小鑫長你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說 我要登月我就會做到 還有中國大陸被你打壓 不會被你打倒 就是北斗的這一塊 以前你隨意關掉中國大陸GPS 讓新銀河號不能夠迷航嘛 結果現在這種大陸的北斗 也是彎道超車 來看到了現在 他的這個衛星數比你美國還多 更別說服務也是非常多 那華為這些 還有通天衛星等等 美國連U2的偵察機 也必須要用北斗 因為擔心你自己GPS有問題嗎 GPS其實當然一開始 它是一個最先的 最領頭的一個科技 但是它沒有辦法一直維持 它的領先優勢 現在我們看到北斗 北斗為什麼大家現在 慢慢的都接用北斗 剛剛嘉元說 連U2偵察機都用北斗 為什麼它要用北斗 因為準對不對 就是在太空中或者是在高空中 你的定位就是要準 那北斗憑什麼 我一定要問北斗憑什麼 憑的不多 第一個它有跟GPS一樣 24顆的這一個中低軌道的衛星 其實一般來講是中軌道的衛星 我們看這個有關於地球軌道 它其實有幾個部分 我們看到的低軌道 這個就是等於我會談到的星鏈部分 那中軌道其實就是GPS的部分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GEO 同步軌道 那我們剛剛講到說 北斗它有中軌道的衛星 可是不要忘了 它有三顆這個同步軌道的衛星 也就是說什麼 三個如果說在這個高度 它其實三個這個同步軌道的衛星 就把整個地球涵蓋起來 把整個地球涵蓋起來 意思是什麼 你在天涯海角無人區 全部都盡在掌握 這才真正盡在掌握 另外北斗還有另外一個 更厲害的部分 也就是它其實做了非常多的 差分定位戰 也就是我們在做在空中各種定位 那有的時候人總是待賽 你天空中只有兩個那個衛星 然後結果我們剛剛講的 同步軌道衛星又看不清 又因為天氣的關係 或者天氣不是雲 是電離層的關係 接收狀況不好的時候 你可以用差分的來定位 也就是多一個方位 方位軸能夠讓位置更加精確 這就是大家愛用北斗的真正原因 更何況北斗馬上就要提供 這一個簡訊服務 對啊 所以北斗被彎道超車了 你GPS 那特別說 中國島也有遷返計畫 就是中國版星鏈 還有來看到中國島的好消息 不斷是跟周邊的國家 但是一個是好的 一個是說擔心會有出亂子嗎 我們現在看到印度 斯坦時報說 印度跟中國大陸 實控線沿線均是脫離接觸了 就是習主席最近跟莫迪見面之後 真的重大的突破 中印邊界更加和緩 另外來部分 西方媒體 包括美聯社等等 都在吹什麼呢 緬甸軍政府即將垮台 最近也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其實為了穩住局勢 有很多難民 要跑到了中國大陸 這個邊界的地方 希望中國大陸幫忙 我們這樣講 也就是 在這個金磚峰會的時候 是誰先講 這個中印邊界 大家都不要再像以前一樣 這樣駐軍的是誰講 是莫迪講的 莫迪為什麼要講 為什麼不是習近平主席先講 因為你莫迪就是想要大外宣 說我們兩國已經恢復和平 而且根據最新的新聞來講 也就是每天 現在這個狀況 每天都要有無論是步行 或者是無人機 或者是一般的飛機 來進行邊界查核 就是兩個國家 是不是都按照了當初這一些 撤軍的一個談判 繼續執行 而且每天要開會 那大家都按照當初協商的結果來做 那也就是說當這一個邊界問題 當然還有就不盡如人意 藏男的部分 那其實那個是 中國我們本來就是中國的 可是現在我們不 就是說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我們先發展經濟 等我們強了 有錢了 國富 勉強 就是這個道理 那至於說緬甸 緬甸從二零二一年 就是軍政府上台之後 那其實他當初趕走了 非常多的社會精英 這些社會精英到底跑到哪去 也就是跑到叢林裡 或者是跑去靠向這一些 對於政府軍來講 其實是叛軍 那我們如果說看這張圖的話 我們就會看到說 其實這個是曼德勒的地方 那這一個地方 我們看到紅色的這個部分 都是政府軍 那我們看到其他的部分 也就是對於政府軍來講 都是叛軍 那這一個一個這麼多的單位 都在那些位置 而且 也就是我們講到的 10月18號丟了一顆手榴彈 現在到了中國大陸的總領事館 其實這一些人就是想要惹是生非 然後現在整個緬甸的人民 全部湧向邊界 然後湧向邊界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張圖在哪裡 大家耳熟能詳的藤衝 這個就是藤衝 那一開始的狀況是這樣 也就是邊檢這些官兵 其實當初都是 也就是全副武裝 然後站在門口 可是人越來越多 我們看到滿山滿谷都是人 最後實在沒辦法 把這一個鐵門都關起來 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其實緬甸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怎麼說呢 第一個角飄 角飄這個深水港 之前一直沒有完成 但是在今年開始繼續推動 角飄是什麼 角飄其實就是一帶一路的 重要一個支點 那這一個支點 可以源源不斷的輸送 這個天然氣以及原油 然後進入到雲南 那個跟貴州這些地方 也就是從西南這邊輸入 也就因此 我們看到說 這一個美國這些國家 反正就是到處惹是生非 我們剛剛講的角飄在這裡 其實之前我們看到孟加拉的 這個總理不是說有一個白人 希望他能夠讓出聖馬丁島嗎 這個國家的主權可以讓渡 這種事情也只有白種的美國人 你說得出口 然後結果其實如果說聖馬丁島 真的變成美軍的海軍基地的話 腳飄跟仰光 它的地緣的戰略就沒有以前那麼好 這個其實也就是現在為什麼 緬甸這麼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們講到那個外交部長王毅特別講 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就是說 像中國一樣 希望緬甸其實各方都能夠相安無事 對所以中國大陸是希望周邊鄰居都能夠和睦相處 但是美國會不會就是希望在中國大陸周遭引爆亂中國大陸 但這個計謀會得逞嗎 來聊天室聊聊 記得幫我們按讚 我們說中國大陸為了這些難民 為了國際的正義 不惜對以色列來開罵了 但是獲得很大的掌聲 來看到這是誰 這是中國大陸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 他譴責以色列侵害伊朗主權領土的完整行為 敦促以色列停止一切挑釁的行動 也支持安理會推動加薩停火以離降溫 二日衝突蔓延 我們先來聽聽看傅聰他是怎麼說的 在此關鍵時刻 所有當事方都應該順應國際社會停火止戰的壓倒性呼聲 任何不計後果的挑釁行為 擴大戰事的軍事冒險都是不負責任的 極可能引發誤判 帶來災難性後果 好 現場你怎麼看 因為中國大陸其實是為了這些國際人道的問題 去罵了以色列說你這樣做真的不行 那你去打那個伊朗 你等於也是侵害別人 然後伊朗這邊也說 我會有強力有效的回應 另外也可以看他們最高領袖也說 會進行相關的回擊 另外你看到他這一次 有被看到他的防空系統很厲害 因為以色列去打伊朗 但是以色列的做法被說 好像沒有打到什麼 因為呢這個伊朗又大殺氣 第一個呢他有紅旗2的系統 也有傳出包括俄羅斯S300 以及他自己的巴瓦爾的防空導彈系統 更別說重大激光武器呢 會不會有發揮作用呢 更別說現在伊朗也想買什麼 七十架的蕭龍 我們看到常駐聯合國代表 常駐聯合國代表 傅聰他講的這些話 會不會覺得有一點心涼涼的 為什麼 因為聯合利監2024B結束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國防部長講什麼 如果台灣有事 國際各國一定都會發生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 現在在戰爭中的這個 無論是伊朗或者是加薩走廊 甚至黎巴嫩 誰講話了 當然講話的國家非常多 可是五常 五個常任理事國 真正講話的有誰呢 就是中國大陸而已 就只有中國大陸而已 真正愛好和平的就是中國人而已 所以不要再自認為美國會幫你出頭 當然這是我們後面的題目不先講 那當然我們這樣子講 任何攻擊就是最好的防禦 那我們剛剛講到說各種防空系統 當然紅旗二有一點舊了 但是而且那個 但是S300PMU 其實還是一個非常精良的防空飛彈 我們這樣講 這一些到底有沒有效 我們就看著伊朗有沒有哀哀叫 伊朗沒有哀哀叫 伊朗根本坑都不坑 這就聰明 如果你被打到破頭 都不要叫 而且想盡辦法 不要讓別人看到 就是不要讓衛星看到 為什麼 因為不讓別人摸透你真正的實力 然後我們剛剛講 攻擊就是最好的防禦 也就是法塔赫 法塔赫有兩個不同的構型 我們一般都講的 這是第一構型 它就是高超音速飛彈 那但是呢 它其實背板上面有第二構型 當然以前我沒有拿出這個手板來 那這個最愛用手板的小建長 當然要把這個圖給伸出來 這個就是它的第二構型 那第二構型這個是什麼 也就是我們講到說 除了高超音速之外 它這個已經是乘波體了 那乘波體用的最好的 其實也就是中國大陸 那至於說 東風十七 二十六 東風十七 二十六 搞不好還有二十七 我們後面講 後面的題目不要先默梗 那其實我們講到這個神農盾 神農盾其實也是像伊朗 就是中國大陸 向伊朗輸出的一個雷射武器 這個雷射武器 大家不要說我沒有在這個夜空中看到這個 閃閃閃閃閃啊 那個有講這種話的 你就可以微笑以待 為什麼 那真是無知啊 那個雷射 那一個你看得到的 那個是雷射的那個指揮筆啊 那但是真正的雷射 你是看不到的啊 那所以我們這樣講 那你那個我們這樣講啊 那他到底攔截了多少 這個以色列的無人機 其實我們不知道 但是有另外一個國家 也是愛用者啊 哪個國家 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 他有極盡獵手啊 那也就是 他真的自己發射無人機 來大家來打打看啊 那我上次拿那張圖啊 沒有獎狀 我這次把獎狀給補回來 他是有獎狀的 也就是這個單位 真的成功的攔截無人機之後 他們發的那個 指揮官發的獎狀 但是呢 我們這樣講 這是不是已經 就使用這個雷射 或者是激光 是不是已經是一個常態了 當然是啊 我們當然看一下對手 以色列 他也有這個雷射 他叫做什麼 他叫做 艾爾冰 艾爾冰 有人翻譯叫做鐵樹 鐵樹發射一次 多少錢 64元 新台幣 所以非常便宜 結果呢 我們台灣還有很多將領說 我們遇到無人機 要用飛彈啊 要用那個刺針啊 刺針多少錢 好幾千萬台幣啊 所以這些人就是腦袋想不懂啊 那但是呢 其實解放軍除了外銷之外 那自己有沒有用到更好的呢 那當然是有啊 而且是早就有了 你看 我相信啊 我們對岸的網友 對於新聞直播間 一定非耳熟能詳 但是你不覺得這個圖樣很久了嗎 對 這是2017年 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了 那接下來我們看軍事報導 那當然啦 很多人說 小艦長天天都在看 那個央視軍事的內容 當然是啊 對不對 那要了解嘛 對不對 那另外更不要講說 說最近啊 那個071 那個綜合登陸艦 四平三號上面也已經有了 這一個 雷射 雷射武器 而且不覺得這一個照 跟我們剛剛看到的其中一個 非常相像嗎 你沒有覺得非常像嗎 所以這個都是已經測試好才上艦 大家不要說你測試給我看 為什麼要測試給你看 因為測試好才上艦 不過大家在講這些五人機 真正的大殺器不是這一種 第一視角五人機 那個都是欺負單兵用的 就是單兵在那邊跑 你那個第一視角五人機在那邊追 然後用榴彈炮直接打他 真正的是懂得那個回收利用 怎麼叫回收利用 我們看到殲7或者是殲8 那這一些戰機淘汰之後呢 可以變成什麼 無人機啊 這個是2021年的那個 這個珠海航展他所公佈的所有 就是他除了我們剛剛講 殲7殲8還有強5 他通通都拿來做無人機 那拿來做無人機 這個是哪一個機場 停了這麼多 這個無人機呢 連雲機場 也就是在台灣當面啊 所以我們這樣講 這一種其實是戰機退役之後 他變成無人機 你有想到他帶了多少油嗎 他可不可以掛彈 可以啊 他整個這樣子打下來 你覺得他會沒有兩千磅的炸彈 來的穿透力強嗎 一定更強 那美軍有這樣想到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這樣搞 軍工那個軍工集團 到底怎麼樣在賺錢 就賺不了錢了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看 也就是只有願意 這我們不是講勤儉建軍 而是真正的要面對目標 面對你的那個要攻擊的對象 然後來研發這個戰法跟戰績 才是正道 對所以中國大陸 其實在建軍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出來 就像他發展太空一樣穩扎穩打 不像美國都是軍工複合體要賺錢 或者是發動戰爭 然後去賺錢嗎 比如說俄烏這個局勢就是 現在不斷給烏克蘭武器 其實也是你自己軍工複合體賺飽飽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 責倫斯基你是真的清醒了嗎 還是真的沒招只能求中國大陸了呢 他說願意聽取中國大陸跟巴西提出的和平倡議 之前這個和平倡議的時候西方怎麼唱衰 烏克蘭這邊怎麼不滿意嗎 然後呢 但是是不是也真的是慫暴了 因為美國跟北約都說 北韓派了大概一萬人到俄羅斯進行訓練 還說已經抵達到前線了 北約秘書長呂特也是說類似 還說到了庫爾斯克的一個地方去 但普丁就說啦 我們怎麼合作 我跟韓 北韓怎麼配合 都是我們的事 但最近消息是北韓的外務相呢 已經到了俄羅斯要進行相關的訪談 其實我們在看北韓的時候 對不起 我們在看俄烏戰爭的時候 現在最重要的 也就是投入新的不確定因素 那個就是北韓 為什麼 因為北韓其實跟俄羅斯簽訂了 共同防禦條約 那雖然我們講說 那個俄羅斯的下議院還沒有完全通過 但是金正恩已經來不及了 現在就要把部隊推上第一線 那個是暴風軍團為什麼 也就是說我們的這個部隊 其實要接 要你的訓練到底如何 只有接近實戰 那個狀況你才能夠確認 那當然之前大家看過 我相信大家都看過一個視頻 也就是這個暴風軍團的 都在領俄羅斯的軍服 那當然我們還可以從 這個衛星的照片上面 看到說這個 北韓的部隊 通通都在俄羅斯境內集結 那這樣的集結 那今天我們看到最新的報導 也就是他們應該已經接近庫斯克了 那這個庫斯克我們來看看庫斯克的狀況 其實當初我在節目裡頭啊就講到這一個 這個折倫斯基的勝利計畫 根本就是笑話 為什麼 因為他就一直往裡面攻 結果遇到了什麼 遇到了空城記 那空城記接下來遇到的是什麼 遇到了天儒戰法 天儒戰法是當年抗日戰爭的時候 我們國民革命軍的這個薛岳將軍 他發明的一個天儒戰法 怎麼樣把這個 岡村寧次的部隊一波一波打倒 這個是當初中日 那個我們在抗日戰爭的時候 真正的大劫啊 那我們看到也就是 一波一波好像在撤退 其實就是誘敵深入 你深入之後 我再從旁邊來歼滅你 我們現在看這個狀況不是嗎 當初這整面都是藍色的 藍色的意思是什麼 也就是 哲倫斯基的勝利計畫好像成功啊 不斷的深入 這個就是變成什麼 變成突出部 你突出部 你後面的部隊沒有辦法湧上的話 就馬上要被口袋 變成變成俄羅斯的口袋戰術 然後天儒把你圍堅 不是嗎 我們現在看一看紅色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俄羅斯 現在真正打下來的 沒有看到他這一個一個 一個伸進來嗎 這裡的部隊是什麼 車程的部隊 那現在我個人的研判 也就是北 那個北韓的部隊 他應該是從這邊 這邊切入 也就是讓你這一個 烏克蘭的部隊有去無回 那現在這第一波的部隊 到底有多少人呢 那其實有一萬兩千人 但是派到第一線的 目前大概就是數千人 但是這數千到底是幾千 三千人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其實他還是要做一些限地戰術 因為北韓 終究跟烏克蘭的地形不太 就跟 不是烏克蘭 跟庫斯克的狀況 不太相同 而且你要怎麼樣接戰 那這時候 烏克蘭又開始搞笑了 說我們做一個對照表 怎麼講 怎麼講那個 這個 那個北韓的韓國話 你不要鬧了 你真正要想一想的是 這一些 北韓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你覺得它是跟法國當初 進去烏克蘭的那一百個人一樣嗎 那個法國的部隊 還沒有發揮戰力就被解滅了 可是不要忘了 這個北韓事實上 它是一個先軍政治的國家 意思是什麼 它派了戰力最強的來 這些人來不為錢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榮譽 也就是它代表它家出來 它如果戰勝了 它家 它就可以逛藥門門 而且它家走在外面 抬頭挺胸的 哪怕是它陣亡了 它的國家 不是它的家庭 都會得到國家的照顧 雖然 北韓的照顧不怎麼樣 因為北韓從2006年 就已經被聯合國制裁 就是現在18歲的小孩 他一出生的時候就被制裁了 那到現在都還繼續的制裁中 所以我們這樣講 其實我們來看這個北韓的狀況 它是不斷前進的 也就是我們看到8月24號 金正恩他其實是穿得像廚師一樣 來看這兩個無人機 這一個無人機是 很類似以色列的哈比無人機 這個是柳葉刀 俄羅斯的無人機 那但是看看好像不太像 我們看看它的這個無人機 前翼比較長 後翼比較短 那我們看看俄羅斯真正的柳葉刀 是前翼比較短 前翼比較短 後翼比較長 這一個無人機 到底有沒有上陣場 有啊 烏克蘭把它拍下來的 這個由對手來拍最準確 它不是我們剛剛講 前翼比較長 後翼比較短 前翼比較長 後翼比較短 這個就是北韓製作的 那更不要講說 北韓其實最近 它使用了非常多的 這個KN25伊斯坎德爾的 這一個紡製的這個飛彈 但是不要忘了 它還有很多的類火箭彈 什麼叫類火箭彈 我們之前看到 它不是有像極射嗎 這是什麼KN25 KN25它的射程 三百九十公里 不要忘了他們運了 那個一萬多個火車專列 從北韓一直送到俄羅斯 他們到底送了多少裝備 不要以為只有炮彈 不要以為只有無人機 怕是什麼都有 彈道飛彈各型 包含火箭彈都有 那個時候才是折倫斯基倒霉的時候 折倫斯基當初以為他搞了這個勝利計畫 然後他可以直接的切穿一下庫斯克 然後有一些談判的這些籌碼 現在看來手上的籌碼早就已經消耗殆盡 對 所以你看這個責任斯基勝利計畫 看起來是落空了 而且在庫爾斯克這個地方 如果又有朝鮮加入的話 你真的是嚇呆了 所以才會現在才開始說什麼 我要來聽取中國大陸跟巴西的和平倡議 那之前你為什麼不好聽 現在才要來求中國呢 結尾們總煩惱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 强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全校精華 精華說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請往下壓力 勞嚇一聲